Cabro Servio World Cabro Servio 美国有超过3.000共有登阜 柜新州也提供万费除水费为民众 減业加工是趁的安全 万年一天不超过40年的天堂 无论有解安全汽出一个手掌 大産也只远5万元 近日开忙就马上买完 省采新闻都在今天 凯博大种化新闻 各位乡亲媳妻 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凯博大种化新闻 我是杏福文 今天是新六六月十八九六 論四月二十九禮拜日 新聞最先來關心 這洪台泰利是越來越接近臺灣 連這菜價的高年是開始起價 加上上禮拜這輪刷入大火 讓這素材三地的損失是很嚴重 根據除了這素材三地配合價格 已經比起工期起了五星 創下四年來的新冠 中華客有割菜市場 19號的九火龍也減少10多公噸 其中這小黃瓜每公斤對四十塊起到一百塊 還有菜一顆竟然是要百里至百三 讓我們來看記者在K.O.蔡宏布德 鴻台前K.O.又菜市場的高月經驗 雖然很老烈 但是青菜的白上算不好 一人一人的青菜一夠魚 菜花就要不一樣把暖氣的菜魚賣掉 雖然是桌黃魚 沒用刮 桌黃魚 還要每天都要暖魚 這都幾人來的 來就要再做幾人 不然換掉了 上禮拜連鎖落幾天大火 這兩天又又出大火 香菜類不會蓋水沖溫暖 不是暖氣就是去好打傷 加上風胎要來以及生理 菜家一直去 很多菜花整棄就沒進去 現在他北部的風胎來 他就沒辦法 就分十五 現在來就是他連鎖在那裡 就變成一百二十 顧菜市場另外表示 大火已經讓三大素菜的損失檢驗中 現在有夠風胎要來 第一支心理作用之下 市場的配合家當然會去 因為火烙烙 在魚的菜魚 它會暖氣 太多水燒 所以目前的量都沒多 其實他說他的價格越來越高 所以未來後面這個風胎 如果搞了風風又搞了 可能價格會越嚴重越高 中越越少 菜家一直去家庭主婦也都有心理準備 只是五日就要到了 就算起家也要來拜拜 因為那個武漢還要拜拜 所以先買一些菜起來